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陶瓷CPU的碎片非常锋利 不小心会割伤手脚 这次我在CPU下面垫了一块石头 以确保在敲击时有一个稳定的支撑点 接下来 需要将CPU碎片装进烧瓶中 但问题是碎片的数量太多 而且敲的还不够细 看来一个500毫升的烧瓶是装不下的 我希望能尽量的用一个容器来处理这些材料 还好 我有一个玻璃花瓶 它的容量大约能装下4分之3的CPU碎片 剩下的碎片 我用一个小烧杯装的 接着 我将预先调好的C硝酸加入花瓶和烧杯中 水与硝酸的比例大约抓在10比1 这个阶段的目标是从CPU中移链出白银 我每天会观察肚金针脚是否有脱落 如果还没有 那就会再往里面加大约5-10毫升的消贩 大约一个星期后 所有固金针脚都已经脱落 我使用咖啡滤纸 将药水和CPU分离 过滤出来的药水大概有1.5公升 其中含有大量的硝酸盈以及其他金属盐 为了将溶于水中的硝酸盈转换为固态的氯化盈 我选择使用食盐 我将食盐尽量的溶解在100毫升的热胎水中 我将吊在桌子上的盐巴撒到药水里 这样可以看到一丝丝白色的氯化盈慢慢呈现到水底 接着我将调好的食盐水分别加入了3杯药水中 立刻看到大量的氯化盈生成 随后我将生成的氯化盈过滤并收集到一个烧杯中 接着我们的氯化盈生成 然后我加入了几颗冰块以预先降低温度 最后我再加入氢氧化钠和砂糖 将氯化盈还原为纯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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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经过彻底搅拌后 将砂糖水倒掉 发现沉淀下来的银粉相当可观 我将这些银粉装进干锅中 然后用喷枪进行熔炼 再次加点赞 订阅 炼 订阅 明镜 炼 订阅 炼 订阅 炼 订阅 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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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小型噴槍熔煉石 可以用另外一个干锅盖在上面 有保温的作用 能让晶莹更快地融化 最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 产出了这一块大约7.5克的银定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将会继续 从CPU中提炼黄金